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做一个好吃的家常韭菜馅饼 可以说是皮刨馅大,做法超简单 而且饼特别的柔软 盆中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一点点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大约1-2克 用40-50度温热的水来和面 210克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基本没有干面粉的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匀以后直接移到案板上 整理一下,搓成长条状 切分成均嫩的面剂子 切好的面剂子,我们用外向里 给它揉搓均匀 整理成这种圆形的小面剂 整理好的面剂子,我们放在抹油的托盘中 防止粘连 表面也刷一层油 抹好油,盖上保鲜膜 饧上半个小时 一把控干水分的韭菜切碎 切好的韭菜放入盆中 韭菜中放一点料油 没有料油的,咱们就用熟油代替 搅拌均匀,锁住里面的水分 面饧至好了,我们把晾凉的鸡蛋碎放进来 喜欢吃海鲜的还可以放一点虾仁 加点白胡椒粉 盐 其他的就不放了 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混合均匀 在包馅之前,倒入几滴香油 增加香味 搅一搅,馅料就制作完成了 取出一份醒着好的面剂子 沿着边缘,我们给它按压开 中间留的稍微厚一些 边缘薄一些 压成这样的小圆饼即可 拖起压好的面皮 放上馅料 两大勺馅料 然后我们提起最边缘处 像包包子一样的封口 把借口一定要封严封紧 捏到最边缘处封口 这个中间擀出来不易有面割的 整理一下 不要着急擀开 盖上保鲜膜,醒生五分钟 取过一个包好的面剂 反面朝上 然后我们给它用手压一压 不会擀饼的 咱们就全程用手压 看到这个馅料透出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平底锅或者电饼称预热刷油 锅热以后放入饼皮 边缘处不规整的地方整理一下 饼的表面也淋一些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烙制的过程中转动一下饼 烙制饼的表面微微变色 给饼翻面 看一下这个饼皮薄不薄 这馅料全透出来了 饼的另一边微微鼓起 再次翻面 反复翻面 饼微微鼓起即可出锅 让人们看一下 这样制作的家常馅饼您喜欢吗 各个皮薄馅大 看一下薄薄的皮 透着里面厚厚的馅料 两边一点割的都没有 掰开里面看一下 满满的馅料 韭菜特别的翠绿 这样制作的馅饼清淡不油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作哟 海鲜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